中秋廉假前夕 很多人選擇搭乘台鐵返鄉 跟家人團圓 但是遇上摩蘭地颱風轎局 東部幹線不少班赤停士 讓族人無法順利及時返鄉 雖然有華東台鐵實名制 網路購票返鄉 但很多人並不清楚 無奈的說只能等颱風過後 再來搶票 我不少有這個資訊 對啊 我可能就再多留一碗 在台北 但也有人提到 華東實名制仍然是一票難求 就看明天也沒有進去 訂明天早上的 這個票現在也是一票難求 好遠那邊 你說在台北市 這樣三個地方訂都 失明制根本就是比較 沒有辦法達成說 都市原住民那種需求 台鐵受到颱風影響 造成班赤停士 東部幹線 花蓮到台東下行列車 預計下午5點50分 陸續恢復行事 失明制列車5252次 及桃園市府返鄉專車5948次 正常行事到台東 另外睜開樹林往台東5136次 全車自由席太魯閣號 台北往台東搬翅 預計行事438 440 442 448 以及616次 台東到台北預計行事445 447 以及655車次 花東線來講是台北到花蓮間全日都正常 那花蓮到台東的話 原則上計畫是全日的列車都停止 高雄到台東間全日都行駛 那因為西部幹線來講 原則上12點到18點 嘉義到潮州間都停止 台鐵也更進一步提到 只要是在海上警報發布期間購買車票 卻無法順利搭車的民眾一年內皆可退票 另外除了14號停駛班次之外 終究節連假期間皆正常行事 為了民眾權益 建議搭乘前先上網查詢及電話詢問 搭乘班次是否停開 才不會白跑一趟 記得LOVA8號台北市採訪報導